很高兴和你们见面 今天下午我们想谈谈如何做这个生意 只是希望能鼓励你们 帮助你们树立信念 让你们认识到 你们在正确的时间里来到了正确的地方 你们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像我以前一样在公司上班 我们参加的第一次大型聚会 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星期六全天 直到星期天下午才结束 那显然不是我熟悉的生意聚会 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从事零售管理工作 每个星期要工作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个小时 一季节而定 周末经常要工作 我们召开的管理层会议 气氛和这里完全不同 我希望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各位 能看到你们正在参与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团队的一部分 你有一个机会来到一个能鼓励你 帮助你成长的环境 而不是一个打击你贬低你 不希望你做到最好的环境 首先我想知道 这里哪些朋友是符合资格参加英之旅的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从南方的佛罗里达开车过来 这种旅行对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北方的人来说 冬天实在太冷了 所以有机会在二月坐上飞机 离开北方的冰天雪地 到气候温暖阳光灿烂的巴哈马群岛 坐上邮轮旅行几天 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九十天里 我们全力以赴实现心目中的目标 你们要更多的盯着结果 要看着回报 而不是付出多少努力 因为要合乎资格参加英之旅 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的 他们不会因为你今天来这里参加聚会 就寄给你一张门票 你需要投入一些努力 参加过英之旅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每个人都很放松 在那里你能见到很多领导人 有一天下午 我们和德士特伯蒂一起吃午餐 有些领导人已经吃过午餐 经过我们那张桌子 在那里又聊了三个小时 德士特和伯蒂和他们坐下来交谈 我们在哪里能有这样的机会呢 在船上 你会碰见很多让你景仰的领导人 像斯科特和梅杰迈克尔夫妇 还有布莱恩家族和耶格家族的其他成员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钻石以上的领导人 也有很多和你同样级别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里你并不孤独 不只是你才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大家一起相处几天 为你所投入的努力而庆祝 更重要的是 当你达成飞鹰的时候 你已经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去建立一个美妙的生意 你可以从这里开始继续发展 所以先工作再玩乐 很多运动员的故事都讲到这一点 想一想 你们知道的那些奥运会运动员 他们肯定有自己的目标 他们一定紧紧盯着金牌 或者盯着他们想达成的任何目标 而不是盯着那些工作 否则 他们就很难去做那些事情了 对吗 因为那些事情是很艰难的 前几个月 我被公司挑选 参加一个有10名成员组成的体重控制项目组 首先 他们给你做基因测试 这个测试能告诉你 最适合你的体重控制方案的膳食 根据你想减重 还是想维持体重 告诉你是否应该吃低碳水化合物的膳食 还是低脂肪的膳食 还是一个均衡的膳食 以及你应该做哪些运动 是激烈运动 还是适度运动 测试能告诉你结果 很多人花了不少钱 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减肥项目 可能减了一些体重 但一旦离开这个项目 吃回正常的膳食 减掉的体重又回来了 甚至比之前更重 因为他们不知道哪种方法对自己有效 要保持健康 当然运动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还要为自己希望的理想体重设定目标 我们都需要设定这样的目标 我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 我在运动方面也没有天分 我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和承诺 才会出去运动运动燃烧热量 所以我必须专注于 12个星期后我想达到什么体重 6个月后我想达到什么目标 而不是总想着 那天我想做什么感觉如何 这个生意也完全一样 你也许不想打电话 你今天也许不想和某个人打招呼 你可能不想在名单上增加名字 或者跟进一个人 或者销售一些产品 我完全理解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和你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那意味着 你能在2月份的时候 有资格登上大型邮轮去度假 那是否值得呢 今天你是否愿意做一些事情 以便实现那个目标呢 所以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 看看我们想去哪里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要专注于结果 而不是要做什么工作 其次是团队合作 在一开始 我提到过我们的聚会和气氛 和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完全不同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并不强调团队合作 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竞争 所以你想升职 就肯定有人得让位 因为只有这么多的职位 老板教我们的东西 刚好够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足够我们去做他们的工作 因为如果我们能做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会被赶出门外了 所以如果有人要晋升 就一定有人要让位 要么是自愿离开 要么是被迫离开 但是在我们的生意里 一切都在与团队合作 你有着上级领导人的支持 去发展自己的生意 你要感恩这一点 在前进路上的每一步 都有一个团队在帮助你 要好好利用这一点 我们住在明尼苏达州 我们原来的领导人也住在那里 不过他们很快就不活跃了 而我们的其他领导人 住在一千英里之外的爱荷华州 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伯特·古利克 他和丹是大学同学 他们18岁就认识了 还有德怀特·史密斯和玛格丽特夫妇 虽然他们几年前去世了 不过他们的儿女继承了这个生意 他很好地说明了 你今天正在创造的 是一份可以世代相传的生意 虽然我们住得离我们的领导人很远 但是他们还是过来帮助我们 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指导 最后我们比我们的推荐人 更早达成翡翠 所以这又是一个和我以前工作的企业环境不同之处 以前如果你做了你老板的工作 他们就不得不另谋高就 而安利会奖励每一个达到某个级别的人 他们永远也不会说 够了 已经有太多直系了 除非你们能说服某个直系退出 否则你不能晋升直系 他们永远不会说 有太多翡翠了 有太多钻石了 有太多行政钻石了 只要你达标 他们就给你寄来支票 邀请你参加旅行 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我们想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和我们一起 无论人们有什么目标 我们都会帮助他们 曾经有一个钻石说 你和这个团队待在一起的任何一天 都比去上班的任何一天更好 你可能不相信这一点 或者不同意这一点 我很希望你们喜欢你们的工作 但是对我而言确实如此 我宁愿和你们这样的人 和我们团队里的人一起度过一天 我当然也喜欢以前一起上班的一些同事 但是这个生意里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我喜欢得多 我很感恩能在过去三十多年 和这样的人一起度过 如果你们紧紧盯着你们前进的方向 你们也能做到 我相信挫折只是垫脚石 我们都会遇到挫折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虽然我们很希望你们全部人都免受挫折和困难 然而挫折总是不可避免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希望提醒你们的是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 是很难有大幅度改变的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 是很难有大幅度改变的 我们的天性就是选择最容易的方式 走障碍最少的路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待在舒适的环境里 我们就不能发挥我们能达到的最好 不能做到我们能达到的最强 我喜欢平和的事情 我不喜欢抗拒和冲突 我的天性是想尽办法避免冲突 所以我喜欢待在舒适的环境里 但那不是我成长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成长的地方 所以你们要选择那些 让你们感觉不舒服的事情 那些我们感觉最难做的事情 往往也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也是让我们学到最多的事情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人们往往能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 因为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通常是竭尽全力的 我喜欢和人们相处 但我更喜欢坐在后面 看着别人做事情 我喜欢看着事情发生 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 但是作为这个生意的一部分 作为团队的一部分 我必须去见新人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我不得不在这个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付出额外努力 一段时间以后 我意识到 这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他们就是我想交往的人 我想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这需要我去建立一个团队 我知道我需要学会做一些 让我感觉不舒服的事情 你需要经常提醒自己这个问题 想想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跟别人问好是值得的 记住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 是很难有大幅度改变的 你们想在生活中做出什么改变呢 你希望六个月以后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你希望一年后 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五年后呢 我们心里必须有一幅 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画面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当幸福来敲门 电影是由一本书改编的 电影只是讲到主人公的一部分故事 书里则讲到更多 如果你去读那本书 你就知道 主人公的童年极其艰苦 从小受到虐待 一贫如洗 他完全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然而艰苦的生活 却让他的内心更加强大 他树立了自己的目标 非常勤奋的工作 专注于他想去的目的地 当他达成目标时 他有着如此巨大的自我价值感 他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 这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情 当你克服一切困难 你的背景 你的不安全感 你的困难等等 你也会拥有那样的成就感 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你 除了你自己 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你 除了你自己 所以要设定好你们的目标 决定你们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把它分解成小目标 经常回顾你的结果 使自己不要偏离轨道 明年二月 你会作为一个老鹰 和其他很多领导人一起登上游轮 你会美梦成真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原艺书的作者 奥格曼丁诺说 如果我成功的决心足够强大 失败永远不能征服我 现在我们要请丹上来 他一直是我们成功的决心 稍后再见 谢谢各位 很多年 德须特在一个能容纳两千三百多人的会场里 举行聚会 他站在台上 只向不远处一座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场 说 两年后 我们会在那里举行聚会 当时我不在场 但我知道那个情景 当时 只有德顺特和波迪是钻石 还没有其他的钻石 两年后 他们真的去到那座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里 举行聚会 那个时候 多了三对钻石 还有一个人 他没有和他们一起站到钻石褒奖台上 他当时没有做到钻石 那就是杰里美杜斯 这个故事是杰里美杜斯自己讲的 这三个人 能和德顺特一起走在钻石舞台上 他们能从一个两千三百人的团队 发展到一万多人的大团队 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 这三个人能做到钻石 而杰里美杜斯没有做到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 杰里不相信 而其他三个人相信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关键时刻 也是这个生意的关键时刻 我希望我结束今天演讲的时候 你们在内心深处 能和我们有着一样的看法 那就是 你和我将会用这个生意来改变世界 就像我们以前做到的一样 这个周末 在这个房间里 一定有人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这里 两年后 他们会走上钻石的褒奖舞台 而其他 每个人只会是惊叹 而那些不相信的人 他们会像杰里美杜斯一样 后悔终生 这并不意味着比赛结束了 那只是意味着 在你后半辈子的生命里 你都不能炫耀这一点 说 当那个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抓住他了 这本来是你可以一辈子可以炫耀的 很多年以前和未来几年 以及更长时间里 你具体需要做的事情 那些技巧和行动步骤 例如参加聚会 使用工具等等 是完全一样的 多年以前 人们需要打电话来给我们 订购产品 然后我们再整合所有的订单 向公司订货 公司把货发给我们 我们连夜分装产品 分别给每一个伙伴寄过去 然后奖金也是公司 先统一发给我们 我们再计算好 分别发给每一个伙伴 做所有这些需要做的事情 很多人觉得 这样真是太难了 不是的 那个时候建立生意 既没有比现在更难 也没有比现在更容易 事实上 以前建立生意和现在建立生意 具体到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 阻碍你的因素 也是一模一样 那就是你自己 贝斯和我必须克服自己 才能成功 走上褒奖舞台的每一个人 也必须克服自己 才能在这个生意里成功 你也必须如此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 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挑战 我记得我听到的最初一盒录音带里 那个演讲者说 我不知道我经历的困难 是不是比你们的更难 我只知道这是我能承受的 对于贝斯和我 就是这样 对你们也是这样 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就是那些最基本的事情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就是建立这个生意的基本点 我想和你们分享的是 我们这些年来看到的事情 这些年来 事情已经发生变化 我们增加了一些东西 我们调整了一点技巧 加入了QI等等 然而作为人之常情 人们开始有点偏离轨道 然后我们发现了问题 弄清楚这样做不行 再慢慢调整 然后回到基本的事情上 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做的 我即将对你们讲的这些做法 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效果 不过他们对我们有效 一旦我们开始做真正需要去做的 那些基本的事情 一切就开始水到渠成 我所讲的这部分内容 只是对在座 想参加鹰之旅的朋友们讲的 在德士特举办第一次 迈向钻石的时候 我不相信 伯特相信了 所以他上了更高级别 直到今天 我依然很后悔 我当时没有相信 如果我相信了 我就可以说 我参加了每一次的迈向钻石 可是我却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错过了第一次的迈向钻石 在那之后的12个月里 我痛苦极了 我知道在座有些朋友 想要漂亮的车子 房子 珠宝 衣服 等等 你们当然也很想不用上班 但是 让我告诉你们 每一个能得到这些东西的人 都要首先建立这个生意 成为胜利者 当胜利者聚在一起 你却不在其中 那种感觉会令你很难受的 那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第二次迈向钻石 我披荆斩棘 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 因为我听伯特说了整整一年 说这个聚会有多好 伯特在迈向钻石的时候 找来很多领导人 在明信片上签名 然后寄给我 他们没有打击我 他们只是说 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很想念你啊 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和你们没有什么不同 我想让我的领导人 杰利美杜斯知道 丹史密斯是谁 我当时还不敢让 德士特耶格知道 丹史密斯是谁 但是我需要去到他们身边 让他们知道我是谁 我想让他们知道 我是团队一员 我想让他们知道 我是可以指望的 作为一个男人 这对我很重要 然而 现在我却收到了 别人寄来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 我们去到你的房间里 你不在那里 我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第二年 我们住在酒店里 我从我的房间走到游泳池 大家都在那里 当时 德士特耶格的团队 还没有那么庞大 还没有几千上万个好朋友 一起参加麦香钻石 就像现在的英之旅那样 一群胜利者 在一起待上几天 杰利美杜斯 坐在游泳池边的 一张桌子旁边 当时 他是翡翠 旁边还坐着两个 我认识的翡翠 杰利美杜斯看到我 就喊我说 嘿 丹 过来 坐下 我就在那里坐下 和几个翡翠领导人 坐在一起 当时 我只是个无名小卒 而他们却到处演讲 经常出现在录音带上 是赫赫有名的翡翠 每个人都认识他们 但是 他们却很平等地 和我交谈 每个人都介绍自己的情况 然后问我说 丹 你呢 我说 我要上班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 像你们那样经常旅行 但他们却非常平等地对待我 三十年后的今天 这一幕 我依然记得 因为我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团队的一员 明年二月 我们将和其他胜利者一起 登上邮轮 我们将会坐在甲板上 看着浪花拍打船边 我们将会玩得很开心 我们可能会在巴哈马停一停 在那里大采购等等 但是 比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会得到一份 共同的友谊 我参加了这场战斗 而且我胜利了 然后我来到这里 我们将开始建立关系 谱写一个 我们以后每年都要讲述的故事 有一次周末聚会 我们早上六点起来 打了一场雪仗 前一天晚上 我们通宵没睡 举行了一场像这样的大型聚会 之后下起了暴雪 没人能回家 所以我们只能留在那里 半夜做礼拜 整晚没睡 这些都是故事 明年二月 我们将带着这样的故事回来 还有你们的领导人 可能还有你们 这由你们来决定 我不想谈其他梦想 我只想谈一个 人人都能做到的简单梦想 任何人都能做到 在九十到一百二十天里 做到一万分 我认识芝加哥一位钻石 去年他推荐了一个人 那个新人再加入当月 就做到了一万分 六个月后 他做到了直系 这只是因为他给一个人 讲了计划 你们也能做到 如果你们想参加 英之旅的话 没有目标的梦想 只是空想 那只是一个虚假的梦想 如果你说 我想两年后辞职 我想两年后退休 我希望我太太不用上班 等等 但是你没有给他 加上具体日期 和需要付出的代价 你只是和自己开玩笑 那是空想 人们说 你在做白日梦 他们说对了 这样说 是不是太直接了呢 我更愿意讲激励人的话 但这些都是如何做 单调乏味的方法 目标就是有日期 和有代价的梦想 如果你想和所有这些胜利者 一起登上游轮 参加英之旅 你需要付出代价 那就是达成飞英 你能做到 你也有了一个日期 就是这么多了 你不必看着其他事情 你什么都有了 然后是名单 整个生意的关键就在这里 梦想 目标 和名单 我不会多谈其中具体细节 不过 当初我参加了周末聚会 我对生意的各个方面 都很了解 唯独漏掉了梦想 目标 和名单 这三件事情 最后我发现 每个人都与我擦肩而过 离开了我 我是非常艰难 才学到这一点的 名单 是很好的东西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们 那就是 名单不是问题 这是因为 上世纪三十年代 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我们国家用了十九年时间 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 才恢复元气 重振了经济 但是 他们预测 这一次的情况 可能会比上次的大萧条损失更多 真是太糟糕了 对于在座五六十岁的朋友来说 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不要计划在六十五岁退休 而要做好准备 你需要工作到七十岁 甚至八十岁才好退休 在这里 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 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期待六十五岁就能退休 这是当时每个人的计划 随着经济越来越繁荣 我们进一步想 也许我可以五十五岁退休 也许我可以五十岁退休 我还遇到一些四十多岁的人 他们已经掰着手指头在计算 什么时候退休了 他们说 你要做好准备 一直工作到七十岁 甚至八十岁才能退休 甚至这样 你也需要做两份工作 我们读报纸 有时候会看到报道说 有些五十多岁的人 居然还像二十岁的小孩一样 去当实习生 就是为了去面试工作的时候 能在简历上写更多的工作经历 专家曾经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 再也不会发生了 然而各位 这种事情现在正在发生 我希望经济衰退来得更猛烈些 因为我在做一个给人们带来机会的生意 我提供的就是机会 企业家会对你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寻找问题 有了问题 我们就寻找解决方案 当我们找到解决方案 就能得到利润 问题越大 解决方案就越大 利润也就越多 现在的问题听起来很大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在座上年纪的人都记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好年份总是跟着坏年份 再跟着好年份 接着是坏年份 再接着是好年份 一直以来就是如此 理查迪威士讲过一个很好的演讲 叫做四种风 他曾经是一名水手 他说 当你航海的时候 要从A点航行到B点 风有时从南边吹来 有时从北边吹来 有时从东边吹来 有时从西边吹来 如果你是水手 你就必须学会 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 你都能从A点航行到B点 如果你要在生活中成功 你就必须学会 无论是好年份 还是坏年份 你都能赚到钱 我没有研究过历史 不过如果去研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 即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大萧条期间 还是有人在大把大把的赚钱 就像未来十年 肯定有人大把大把的赚钱一样 问题是 那个人是你吗 所以说 如果你是新人 你有着全新的名单 那当然很好 如果你加入生意五年 十年 二十年了 你联系过 讲过计划的人 现在都回到了名单里 因为现在世界已经不同了 很多人担心失去工作 很多人担心失去房子 人们因为这些事情 可能发生 而忧心忡忡 但是两个星期前 两个月前 两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妥妥当当 现在 他们都在寻找机会 很多加入这个生意的人 失去了工作 现在他们全力以赴去发展 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因为他们有了经验 现在加上有需要 他们已经准备好 大展拳脚了 我们团队里 有些人加入生意很长时间 一直不相信他们能做到 直到两个星期前 他们才下定决心 去大干一场 他们离开一个周末聚会 说 我要开始战斗了 我告诉他们说 我们要从头开始 首先 我想你列出你的梦想 我想你列出你的名单 因为这个生意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们列出了三百个名字 我告诉他们 只管把每个名字都写下来 现在他们看到他们 能做到这件事情 你们有些人很担心 我以前给一些人讲过计划 如果现在再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会认为是同样的事情 我告诉他们说 不会的 他们早就忘了 你当初讲的计划 肯定没有给他们留下 很大的影响 当我在3M公司工作的时候 他们总是嘲笑我 让我很不舒服 他们总是说 你今天是要销售3M 还是销售安利呢 嘿 你还在这里啊 你还没有退休吗 他们让我很不自在 几年前 我们和当时的老同事聚了一次 我们当时关系很密切 贝斯和我去参加那个团聚 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 他们都是一些很好的人 有些人已经退休 有些人正盼着退休 当我们离开那里 走去开车的时候 贝斯对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不用过那种生活 我们的生活 那个时候发生了改变 因为我挺直腰杆 为我相信的一些事情去拼搏 令人惊讶的是 没有人记得 我们当时做安利生意 他们只是都记得 我是很有企业家精神的那类人 所以不要担心人们会怎么想 他们最不可能想着的就是你 以及你是怎么赚钱的 只管把他们写在名单上 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就坐在一座金山上了 名单可分为A类 B类和C类 名单是这场比赛胜败的关键 现在我们来谈谈 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了一个梦想 有了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我们也有了行动计划 有了目标 我们需要能让我们向前迈进的资源 做到这些事情之后 剩下的就只是 把名单上的名字 铲进颤斗里 这就是你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你不必最善于接触人 你不必最善于讲计划 你不必最善于跟进 你只需要去做 尽你的最大努力去做 接下来的一点很重要 你们多少人听过QI 我们可以在网上做这些事情 或者通过打电话 或者通过语音 短信等等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于是 整个模式就混乱了 有些人很糊涂 应该这样做 还是应该那样做呢 每当感到混乱的时候 人们就坐下来 什么也不做 因为可能会做错 比方说 你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管道工 你们要在这栋房子里 安装一个浴缸 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 你开着一辆面包车过来 里面装满了工具 你走进浴室 评估一下情况 然后 你需要决定 需要使用哪一种工具 来完成这项工作 然后 你可能会发现 情况有点不同 需要出去一下 到车里拿另一种工具 所有这些都是工具 你们的工具箱里 装满了工具 比如QI 电话 语音 短信等等 这些都是你能使用的工具 都是为了做同一件事情 你们第一步的工作 只是做邀请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需要去做邀请 我们需要弄清楚的 第一件事情是 谁在寻找机会 不是每一个人 都在寻找机会 有些人很担心 但是毫无行动力 只是希望有人来救他们 遗憾的是 很多人都是这样 感谢上帝 你和我不是这样 因为没有人会去救他们 还有一些人 正在为自己的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 只是他们 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 你是否在寻找呢 你是否不断扩大雷达搜索网 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呢 你是否正在寻找赚更多钱的方式呢 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 来保护自己 免受金融危机的伤害呢 我只想知道 谁在寻找机会呢 只要他们在寻找机会 我们就可以邀请他们 你们当中会讲计划的人 去给他们讲这个计划吧 你们不必做QI QI是给刚刚起步的新人设计的 他们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亲朋好友 扔给他们的问题 新人不用回答问题 他只是一个中间人 他可以做QI 如果你是刚刚起步的新人 我可以为你做四五个QI 以便你学会做 之后你就要自己做QI了 如果你讲的QI 让某个人产生了兴趣 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和他约个时间 然后我会过来给他讲计划 一旦我让新人做QI 我会尽快让他学会讲计划 因为这个生意 是建立在讲计划基础上的 你要学会使用正确的工具 来完成正确的事情 就像刚才说的管道工 要从工具箱里 挑选合适的工具 接下来要讲的是 在邀请阶段 几个关键事情 第一 如果人们问你 它是怎么回事 要学会回答这个问题 把回答写下来 一定要写下来 不仅要写下来 而且还要记在脑海里 我把这个回答写在卡片上 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刻在我的脑海里 就算你凌晨两点问我 它是怎么回事 我也能马上回答你 这个卡片 现在还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打电话的时候就看着它 它是我的保护网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怕自己无法回答问题的恐惧 让很多人不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 让我们准备好回答吧 我不在乎回答是什么 准备多几个回答吧 其中一个我喜欢的回答是 我们整合买家和卖家 然后分享中间利润 这个回答对我有效果 它可能不是你们的最佳回答 你们也许能想出比它好十倍的回答 只不过那个回答对我有效 无论你早上十点问我 还是半夜三点叫醒我 问我这个问题 我都会用它来回答你 你们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整合买家和卖家 然后分享中间利润 真的吗 是怎样运作的呢 我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解释 不过 我们和一些财富五百强企业合作 利润相当可观 我从来没有时间来回答任何问题 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 就是那些三十岁以下 尤其是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大多数已经不知道如何说话了 他们更多的是发短信 他们更擅长使用手指 而不是舌头 我的孩子就是这样 他们很害怕打电话 所以他们只是发短信 但是当人们回复短信 问问题的时候 他们却不理睬对方 这很常见 你们总是不理睬我的短信 所以我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理睬别人的问题 而只是说 星期三晚上见 在年轻人的世界里 这种做法却是行得通的 他们都只是工具 在这个阶段 重要的是邀请 我们要做邀请 他们可能说不 也可能说是 然后我们要去讲计划 各位 这个生意是在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上建立起来的 每一个月讲15个计划 然后你持续不断 坚持不懈的每个月讲15个计划 你不能一个月做到 一个月没有做到 断断续续的讲计划 你必须做到持续不断 坚持不懈 我的事业 就是通过每个月讲15到20个计划建立起来的 我有时候一个月能讲25个计划 我团队里有些人一个月讲40到60个计划 现在 我的团队里有一些年轻人 每个月讲25到35个计划 他们非常兴奋 他们讲很多一对一小组计划比较少 这些都是不同的工具 你不一定非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不可 它们只是你使用的工具 而你要做的事情 是每个月讲15个计划 如果你还没有讲计划 就去学讲计划吧 然后每个月讲15个计划 决定结果的不是你讲的有多好 而是你的激情和兴奋度 这是我最想在别人身上看到的 一个晚上 我给一个人讲计划 借了一些资料给他 第二天 我去他家拿回资料时 他已经出去给别人讲计划了 我团队里有一些直系 他们看到他们的好朋友讲计划 但是他们的朋友讲不清楚 于是他们就帮朋友讲计划 在帮朋友讲解数字和计划的过程中 他们自己也变得兴奋起来 建立生意的不是那些数字 不是网上演示或者换灯片之类 建立这个生意的 是我们对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激情 以及给别人一个机会 让他与你同行 这才是建立生意的因素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你相信他们也能去到那里 如果他们也相信这一点 他们就一定会加入 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但是那不重要 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吗 所以主要的事情还是讲计划 接下来要讲跟进 他在这个生意里占到一半的分量 你讲完计划之后 你得到的回应 也许是不要或者好 我希望你们知道 你和我的工作 不是说服人们看生意计划 也不是说服人们看资料 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 不是说服人们任何事情 这样做的人肯定要失败 走上这个褒奖舞台的人 他们肯定不是用说服人们的方式 获得成功的 你的工作 不是说服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 你的工作 是要找到已经和你有类似想法的人 你不必和他们争辩一番 才能做到 对吗 你问一个人说 嘿 你考虑其他赚钱方法吗 看情况吧 如果我遇到这种回答 我就会离开 那些回答看情况吧的人 不是我在寻找的人 在讲计划的时候 如果我问你感兴趣吗 我指的不是你对这个生意感不感兴趣 我指的是你是否对得到那些你想要的结果感兴趣 也就是说 你真的想让你的太太不用上班 待在家里 还是只是说说而已 有一次我给一对夫妇讲计划 太太很想通过这个生意而摆脱上班的工作 我问先生说 你愿意帮助他吗 他说 愿意愿意 当时他太太正好坐在旁边 我继续问 你是真的想让你的太太不用上班待在家里 还是只是说说而已呢 这个男人很不好意思 你需要运用人际关系之间的互相促进 我讲完QI之后 通常会讲计划 当我讲完QI以后 如果他们感兴趣 我会说 我还有十分钟时间 你们想听我讲讲如何赚钱吗 然后我就开始讲 我不在乎有没有换灯片 我不在乎这是一个长的计划 还是个短的计划 重要的是 这个计划 一定要和他的梦想连接起来 你一定要找到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把生意计划 和他们的梦想连接起来 你要说 我能用这件事情 来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 只要你这样做 你可以把数字讲得不清不楚 你可以搞乱顺序 你还是能推荐对方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还是我们组织里 其他人的经历 都有足够例子证明这一点 现在问题来了 当人们说 是的 我要实现我的梦想 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他们心里 他们会开始这样想 这件事这么好 不像是真的 年轻人通常不相信任何人 于是就上网搜索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似乎是无所不知 有很多无名士 在网上发表文章 他们就开始想了 这个人说 他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 来帮我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是不是真的呢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 无论如何 你都要去面对它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在我加入的时候 我上班的同事 似乎都知道这个生意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但是他们都知道 而且他们似乎都认识那些失败者 他们还把看法告诉我 过去和现在的不同之处是 现在的人会把他们的负面看法写下来 放在网上 而不会浪费时间一遍一遍的给别人讲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关键是你选择听谁的 跟进在这个生意里占到50%的比重 回到刚才的情形中 如果我给这位男士讲计划 他说 我想让我太太不用上班 待在家里 我说 你想让我给你看看 这个生意是多么简单吗 如果他说好 我就说 你有手机吗 当然有了 我说 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首先想到了谁呢 因为我知道 他肯定想到了一些人 我说 我们可以这样 你打电话给他 让我和他说 然后我和他约个时间 跟他讲讲我刚才跟你讲过的事情 如果你讲得好 那个人很兴奋 你的团队又增加了一个成员 如果那个人不认同 我们就继续找下一个人 如果他觉得我们走得太快了 我会说 没关系 然后继续看下一个人 用这样的方式 我能确定一个又一个的约会 当他遇到一些负面状况 态度变得消极 我已经在他下面建立了一些深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锁定他 或者虽然失去他 但还是得到了他的朋友 你们看到如何创造动势了吗 你们能用多有效的方式 做到这件事情呢 在做跟进的时候 如果不能当场确定下一次约会 我会在见面最多48小时之内 再约一次见面 我会说 从现在开始 到下次见面的这段时间 我希望你列一份 有着五个梦想的清单 还列一份名单 把你能想到的所有人都写下来 名单上面的人 只要我一提起你的名字 他们就知道我在说谁 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或者同学 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每一个人 即使是隐约认识的 都要列出来 不要判断谁会做这个生意 谁需要这个生意 那是浪费时间 你和我不是上帝 我们只要把名字都写下来就行了 很多人说 不需要把名字写下来了吧 他们都在手机里 我发现这样的话 我们会失去很多机会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列一份书面的名单 你可以把名字 从手机通讯录上抄下来 总之 我们要写下一份书面的名单 如果你想到一些人 但是他们的名字 或电话号码你不知道 没有关系 以后你会遇到他们的 你能列出一份多大的名单呢 我知道 每一百个人 就有六到八个人 想和你一起发展生意 你只需要帮助六到八个人 一年多赚三到五万美元 你就可以每年赚到二十五万 你能想到多大的名单呢 这就是我的跟进 我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和他们联系 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谈这个生意 不是这样 第二次见面的目的是为了打电话 我们要打电话 为这位新人约几个QI 以便我和他一起建立信念 否则他只会听到来自亲朋好友 和网上的各种负面评论 但是如果我能让他行动起来 他就能看到生意正在成长 各位明白吗 如果你得到不 或者也许的回答 那么我们可以用系统来跟进他们 那些不知道成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人 会用系统来攻击你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当律师 你就必须去学习如何当好一个律师 如果你想当医生 你就必须花很多钱付学费 经历很长时间的实习期 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如果你要当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你就必须投入时间和金钱 让自己接受教育 以便成为房地产领域的专业人士 你不能期待五本生意 或者只是投入一点点钱 就以为能赚很多钱 这是一个事业 你要愿意去做工作 你要愿意走出去 和其他人分享这件事情 才能赚到钱 问题是 你要不要学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呢 我们有很多工具 我可以把CD送给别人 让他们替我做事情 伯特给我讲生意的时候 我说我不感兴趣 他给了我两盒录音带 我听了那两盒录音带 然后我想 我得再看一次 看看我错过了什么 如果他没有给我那些录音带 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 美妙的生活方式 看到了吗 他用工具来为他工作 我当时还等着他来和我辩论 因为我喜欢辩论 他也喜欢 如果他和我辩论的话 我们就会各自回家 两败俱伤 但是他让工具推荐了我 今天有许许多多获得财务独立的生意伙伴 都不是在和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时候 被推荐人说的话而推荐的 而是被推荐人递给他们的工具所推荐的 当有人加入生意的时候 我就会给他们那些工具 他们是教育和建立生意之间的桥梁 建立生意的工具 不仅能提升你的速度和效率 而且还能通过教育 让你变得更专业 这个新人起步套装 能让人们了解什么是系统 是什么在提供系统等等 其中有伯特古利克的精彩演讲 有比尔克尔的精彩演讲 有耶格家族的一系列 令人振奋的信息 还有我的一个演讲 当我们带一个新人起步 我会把他们带进系统的聚会 我说 嘿 我们将会有一次周末聚会 我保证 如果你来参加的话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甚至这样说 如果你参加了这个聚会 星期六晚上十点之前 如果感觉参加这个聚会 不如在其他地方待着开心 我会把全部的钱退回给你 在我发展生意的这么多年里 只有两次我不得不这样做 系统的聚会就是这么好 我希望人们加入系统 我希望他们参加这个教育计划 听CD 看书 学习领导力等等 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但是 我不会在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做 我会继续跟进这些人 明年二月 我们一大群胜利者 将登上一艘邮轮 举行派对 我们会有自己专门的摄像师 旅行结束以后 每次举行大型聚会 我们都会播放一个精彩的片段影片 参加者都会出现在影片里 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度过的欢乐时光 你会看到我两个最亲密 最疯狂的朋友 伯特·古利克和李德·德里斯 在船上每一个角落进行狂欢 每年都是这样 你们来或者不来 在这个周末 你们就要做出决定 我希望你们决定来加入我们 祝福你们